作為一個普通人,在這個世界是沒有資格拿獎金的 方法是不是真的那麼困難? 其實不是的 其實人人都知道方法是怎樣的 只不過就是總是做不到的 我講出來的方法,個個都懂的 你想拿獎金,你只需要低買,高買 有沒有說錯? 你可以,哈哈,你不可以說我錯 你可以笑我,但你不可以說我錯 因為絕對對 問題是,很少人做得到 現在的樓價夠高的 你有樓的,賣光它 你瘋的 一山還有,一山高 有些股票低到你不信 現在借錢應該去買一些 你瘋了,低,一B還有,一B低 低買高賣,很困難的 為什麼?違反人性的 什麼叫低賣? 就是人人不要,你不要 高賣呢?人人要,我不要 喂,你如果做得到這件事 那些女生能夠接受一個矮過自己一尺的男人 你不會做到成女的 但你知道,沒有可能 那些女生,是吧? 她們可以接受那樣子很抽象的人 那些女生可以接受一個高賜機一倍的人 我真的見過有些人這樣拍拖的 那個男人拖著那個女生是 她們去哪裡看電影啊? 不是說了,又說了? 我先去拿票啊 好吧,你過去吧 那些女生都會不會做到的 都不到的,男人的狼,女生的女朋友 她們就沒所謂的 那當然啊,男生,矮我一尺喔 我都只能只有兩尺而已 女生經常搞得很有矮的 矮我,你聽過很多 矮我兩寸都不行啊 我都只能只有三寸而已 人家不要你要,人家要你不要 你不一定会很快乐,但是你一定不会寂寞 但是你一定做不到 为什么?违反人性 严格上来说,是违反羊性 人的最大性格就是羊群效应 什么叫羊群效应?是很奇怪的 你想想,一千只羊向那边跑 一千只,然后只需要你有一只牧羊羊 他那一千只 跑回头了 这些羊在想什么呢? 你一千只对一只 你舔都舔死他了 对不对? 哎,我知道我们群舔他一定舔死他 但是问题是 就是这样,我走出来 想群舔他了 但是我看一看,原来我兄弟没动过 那就群舔变成脚舔了 脚舔就不是叫做舔,就叫做奶了 那种不是一种攻击 是一种服务 我们做羊的最重要是 我们要记住四句金句,你明白吗? 不要问自由是怎么 最重要是没什么风险 最重要是没什么风险 跟着大队是不用害羞 除非你比一只狗快 各位 在人类里面,能够离群 不跟着大队,又走得快过一只狗的 是永远都有这么聪明的人 永远都有这么卓意不凡的人 譬如我的偶像 朗朗,弹钢琴弹到国际之名 真的很困难 但是很少人 很少人是知道朗朗是受过什么风险 你知道吗?朗朗小过 有一次被他爸爸捉住 认为他练琴,练得不够勤力 就捉住他 朗朗,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A餐和B餐,你选吧 A餐,就是吃了你碗老鼠药 B餐,去跳楼吧 真的挺难选择 我认为我们中国人,继如羽红掌之后 又多一个典故,就是朗腐两尾 吃就死,不吃就飞落大大地 真是如羽红掌 当然,朗腐两尾的目的无非 是希望朗朗,你小时候就努力点 你大过来面对这个世界 就不用面对那么多风险 而事实上证明了是对的 大家想想,现在朗朗 有什么对他来说是高风险的 你打劫他 一是给钱,一是刺心口 别别别别别这样 你别太自动了 你这样就我不明白 你们说,一是给钱 一是给钱,一是给钱 啊,这样我会选择啊,这样 你对朗朗来说 我想他是恐怖分子都不怕 对,对,对 你们又抓腰 但我又老鼠腰啊 那是谁 对,对 对,对